醬油和橄欖油都是香川縣的代表之一 今集會帶大家去參加醬油和橄欖油的製作體驗 將獨一無二的手信帶回香港 另外亦會到安護池品嘗施魚和體驗釣魚、鮪魚的樂趣 事不宜遲馬上乘搭HKExpress直飛香川高松 一起來體驗啦! 位於引田的醬油廠 Kamevici 阿納至今已經266年 是當地的老字號 廠內所用的器具 例如醬油桶 就是由開業員用至今 不要太少醬油這個加常的調味料 做起上來卻大有學問家 首先店員會向學員簡介不同年份的醬油 然後請我們淺嘗年份由1至3年 以及減鹽的醬油 時間越長醬油就越濃厚 價格越來越貴 最後小編以3年的出品 和減鹽醬油懷基調調出自己的口味 調味料除了醬油 又怎麼少橄欖油呢? 下一集我們來到井上城奸園 製作屬於自己口味的橄欖油 店員會先簡介三種不同品種的橄欖油 然後我們就把小杯中的橄欖油 放在掌心盒實 再品嘗它的味道 最後就按自己喜歡的味道 調製成獨一無二的橄欖油 店內還有以橄欖油製成的不同產品 例如護膚品、食品、飲品等可以買回家 安護池是制隔上首個獅魚養殖魚排 大家來到可以體驗一下餵魚和釣魚的樂趣 條條獅魚都好三眼 一把魚糧灑下去就馬上游來搶食了 牠們搶食的畫面還非常壯觀 轉眼間就把魚糧餵了 大家之後可以轉戰去釣魚體驗 魚師表示只要將魚勾放在池裡三秒 就會有魚上釣 果然不出三秒就釣到了 體驗完餵魚和釣魚 是不是覺得有點肚餓呢 魚池旁邊有一間餐廳 可以邊欣賞無敵大海景 邊品嘗新鮮絲魚刺身 和炸竹甲魚 絲魚刺身入口鮮甜味濃 只要簡單點少少醬油 就已經很好吃了 至於竹甲魚炸得酥脆香口 濃厚的油脂香味充滿在口腔內 又到了分享拍照打卡小提示的時候 想拍漂亮照 但又怕遇上曰光 這個時候 將主體放在太陽曰光位前 從低角度向上拍 就容易拍到唯美的曰光照 也就是平常說的神光